Hello,大家好,我是李大梅 早起的一天,今天也不知道干什么 其实每天拍视频都拍到已经麻木了 就每天起来,今天要拍什么,今天要卖什么 纠结的事情也是很多了 所以就是说360行行行不容易 并没有大家所谓的说 哎呀,这媒体真好赚呀 这一起来拍个视频就能赚钱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的 喝个减脂奶茶吧 最近都是在减脱啊 终于呢,喝了三包,瘦了一斤六啊 我这都有数据的,我把数据放到这 我平时都是用这种体脂秤的 上传到手机,然后有一个APP啊 这种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我已经卖了好多年了 从我当时生完我儿子到现在六年了呀 原来我已经做这款六年了 只是平时都没有给大家发广告啊 我给你们说啊,像减肥这种事情啊 就是看个人吧,有的人就觉得健康就好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年啊,风华正茂啊 我是觉得说保持一定的身材是挺好的啊 我现在身高是168啊,前段时间我胖到102.8斤啊 最近减到99.6,然后最近呢是生理期 所以呢,掉秤也比较慢 两天可能就掉一点点吧 本来我也是小低数的人嘛,那掉秤不会太多 所以就是说,你看并不是说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是早婚早育啊 并不是因为你呢早生早恢复 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我身边也有那种19岁20岁生孩子的人 他们现在依然还是会胖的,所以身材这种事情还是离不开平时的这种自律啊 还有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就比如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吧 第一,我从来不爱吃任何甜食啊 第二,我是非常爱喝水的人啊 你看我们家啊,这种急热饮水机我都要备上 还有养生糊,包括我会备一些玉米薯啊,花茶各种 我喜欢喝温水,我不喜欢喝冷饮啊 饮料这种我一般都不会喝的 为什么说生完两个孩子还能这么瘦,肚子还这么紧致 那我们这一期就跟你们捋捋吧 为什么生完孩子没有妊娠纹,肚子呢还是这么紧致 腰还是这么细,看上去呢就像没有生孩子的样子啊 哎呀,搬了一套衣服啊,准备下楼遛狗啊 我们家狗都迫不及待了 你看你跟我的身材一比啊 你太肥了是不是,臭球球 嗯,我们刚刚是说到孕期的时候啊 孕期的时候咱们就不要注重那个身材它会不会发胖啊 孕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脸上的皮肤啊 脸上一定要注意补水,不要让它缺水 一缺水呢就很容易长上斑斑点点啊 因为孕期呢免疫力确实会比平时还低 再加上身体的一些孕激素啊 因为怀孕引起的啊,就有的人嘛 就会黑色素沉淀啊,就比如说脖子啊 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的脖子腋下以及嘎吱窝这个膝盖 后面啊,就是这种折动素全部都是发黑的 但是后来生完就好了啊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肚子上的皮肤 肚子呢怎么去保持 生完以后很紧致 而且呢会不长韧成纹呢就是保湿 保湿真的很重要啊 而且当时肚子的皮肤不是说你涂涂身体乳就OK了 前期呢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他肚子还没大的时候 我们去可以去涂身体乳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啊 身体乳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这个保湿了啊 我当时用的是橄榄油 就是去专门买孕妇专用的 以油养肤啊 这个已经是近几年吹起来的风啊 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有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肚子啊 但是我现在肚子还是比较黑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我现在是没化妆啊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肚子上的皮肤啊 是很紧致的 而且我们测测看 它是有一个线条的 哎呀这个我肚子外翻的 因为当时呢生孩子嘛 然后我也破气没有去做调整 就这样嘛 所以呢我这个皮肤身体乳涂的习惯一直保持在啊 包括就是像现在生完孩子以后啊 我呢还是依然有全身涂这个身体乳一个习惯 这么急 录视频都不让我说完 真实的 买了一块莲乌 还有几股回家炖汤 自己买菜真便宜才花了12块多就可以包一锅汤了 我的天爷呀 刚把这个收拾完 哎呦 连这个垫子都洗了 真烦人 刚觉得那个镜子摆在那很舒服 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可以照一照这下好了 我又要花钱买个全身镜 看 今天准准备炖个黑豆鸡骨汤 我们闽南人的黑豆 我喜欢吃这个豆子 我这个豆子呢 我都放很多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豆下去炖汤呢 是非常的降果除湿 还可以补元气 你看这些都是脏的那个血水 然后一会儿咱们还要用冷水清洗 放死我了 做个饭也挺不容易的 OK 然后这个莲藕一会儿切去 晚一点再下 这个黑豆 莲藕鸡骨可香了 你看 要不要喝 赶紧喝不下了 明天早上好 也行 反正保温放了 保温保温保温 今天说到乙游养父 就是肚子上这个问题 他都能保持这么紧致 就跟没有生过宝宝的肚子是一样的 甚至呢 你肚子上的皮肤呢比你没有生孩子之前呢更加的紧致啊 所以有养父这个东西啊我从大概生一胎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怀孕嘛 然后比较好奇 很喜欢去一些孕妈妈上面的APP啊去看看别人的心得 然后呢自己再进行来保养 到后来的这几年呢 我乙游养父开始用到脸上啊 但是脸上的乙游养父跟肚子上的不一样啊 我们不能把橄榄油直接涂到脸上 很容易脂肪过剩 长脂肪里 甚至呢 皮肤会更糟糕啊 所以在乙游养父上面呢 我们在挑的东西是特别的注意啊 像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用斯利兰的这款兰花精华油啊 它主要是严选植物的来源油脂啊 全部都是纯植物油 不含任何一滴水啊 你看这一瓶我又快用完了 一次呢我就用一点点啊 主要是由葡萄籽油 以及澳洲坚果油 库拉索芦荟叶提取物 还有添加了维生素液啊 还有霍霍八子油 沙子果油 酸橙果皮油 还有母菊花油 玉兰花油啊 你看它这个包装 就是这种这么高大上的 直接这样放到上面啊 你们收到货绝对是特别的惊喜啊 它这一瓶呢 是30毫升的啊 怎么用呢 就是在你洗完脸后啊 涂完水乳后 直接打开 然后滴个两滴 就OK了 就这样 在手机呢搓热 按压在脸上 不要以为它是油 它就会很油 其实呢 它是吸收以后 你的皮肤特别清爽啊 我呢 有一个姐妹 就是姓庞的那个庞一蒙 她呢 跟着我也入手了这一款啊 她说最近的皮肤 真的是好到发亮啊 我用后置的那个摄像头 比较清晰 你们看看 大家看一下后置摄像头啊 是不是都比较清晰啊 近距离看一下我的皮肤啊 以油养肤 看到没有 它是可以去延缓肌肤的衰老的 因为你的皮肤呢 长期有油脂呢 在保持你肌肤的这个弹性 所以呢 这款真的是非常值得你们去录手 如果它不好用的话 我都不可能只用了快一半了啊 它呢 一瓶是30毫升啊 到手只要39.9啊 对了 你们要注意啊 在用这一款精油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避开你的眼周的啊 主要是在额头 还有你的脸颊 用按压 看我皮肤 哎呀 我真的是觉得好的发光 其实我觉得后置摄像头 它拍的可丑 脸好像不对称是 但是实际的脸都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 护完肤呢 我也准备睡觉了啊 大家如果就是在孕期呢 有碰上什么问题啊 又或者是关于皮肤保养之类的啊 不可以是在评论下方留言呢 我会是很积极的去回答你们的啊 啊 啊 啊